道路媒体高调报导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 人民一词被提到了145次 体现当局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又是如何 新唐人带您直击 房子遭到暴力强拆的北京访民葛志慧 他因为多年上访 被中共列为十八大吻控对象 一个月前当局为了逼他现身 绑架了他八岁的儿子 葛志慧日前发表声明 恳请社会关注这起绑架事件 他也重申 维权抗争的决心不会因此而动摇 葛志慧在录制的视频中表示 去年两会当局拿他的儿子来威胁 把他关进黑监狱14天 今年两会为了逼他现身 当局绑架了他前夫的母亲 十八大当局又绑架了他的孩子和前夫 他恳请社会关注 你们枪拆了我的房子 叫我打上制裁 送我进监狱 现在用非法绑架我的儿子 绑架我的前夫 你们正是一个中共政府 犯罪集团 请你们立即释放我的儿子 你们这样有棒量的希望 网友希望 维权人士 全力运动组织法企人胡军指出 抓孩子当人质的行径不可理喻 这个政府正把自己推向灭亡 有那么多的公安保安 还有核武器保护你们 你们还害怕一个格制会 组织轮椅的一个将近四岁的妇女 害怕到这种程度去抓遍了孩子当人质 这都已经是不能利用正常的思维去分析 他在灭亡的时候他要疯狂 也是最后的疯狂吧 北京访民吴田丽表示 这是一个无赖政府 中共十八大戒备森严 国家新访局这位通道 巴士站出有变异人员监视 更出现大批来自不同省市的警车 各省派经解访人员以手朱带途方式 等待捉拿逃过拦截的所谓漏网访民 新访局因而出现罕见的零上访其境 新常人记者朱志山雄斌采访报道